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欢迎您收看匈牙利新闻节目 我是主持人齐宇成 匈牙利新政府部长的听证会已经开始 作为外交部长候选人的西亚多比德表示 下一届政府也将致力于保障匈牙利的能源安全 但这并不容易 他表示帕克什的建设不应停止而应加速 几位负责经济领域的部长及候选人表示 危险的十年即将到来 多场危机正在威胁匈牙利 但匈牙利的目标是变得更强大 根据最新消息 新政府将有11个部委和14个部长 普世主义者正在布达佩斯为来自乌克兰的人 开设一个帮助中心 该中心预计将于6月下旬开始运作 难民将可以获得即时帮助 食物 衣服和洗漱用品 但为留在匈牙利的人提供长期援助 也是一个重要目标 与此同时 几批援助物资今天抵达匈牙利 乌克兰边境 来自特兰西瓦尼亚的匈牙利人 也在帮助那些生活在外卡八千的人 保守政治行动会议将于明天在布达佩斯开始 届时总理欧尔办维格多将发表讲话 这是欧洲版的保守政治行动会议 在美国右翼保守政营中极为重要 会议中心已经在进行准备工作 主办方介绍 西方右翼政治家和思想家对匈牙利充满希望 这也是知名人士接受邀请的原因 该会议首次在欧洲并在匈牙利举行 过去的一周内 匈牙利有4749人感染新冠病毒 103人死于该病毒 多为老人 慢性病患者 医院接受了742名患者 其中21人使用呼吸机 接种疫苗人数在一周内上升至649万人 超过380万人已经接种了第三剂疫苗 周二或周五无需预约 即可在医院接种疫苗 今天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